十二層樓高的土地公 外批純金一千六百兩 過年期間想向全台最大的 金森土地公求好運 可是有步驟 點上五珠香 朝外天宮拜祈 再到土地公禀報 接著是後頭的金森土地公 和五路財神 還有文昌帝君 月下老人和官職茵 土地公來講 早期人家講是聖聖的 所以大家來這裡拜土地公 就是要求一個便宜 請土地公給你的宿財 讓你年年大發財 但若小和土地公求紅包 還有小秘訣 滑到一個行歸後 就可以走到這邊來領紅包 不過拿到這個紅包 還不能放進口袋 還要這樣輸土地公的胡鬚 熱好孫 探集才會孫 熱好桑 探集才會孫 熱好春 探集才會春 這樣念完之後 才真正接到彩器 紅包在香爐上 繞三圈象徵滿滿財運 通通收進口袋 過年就要發出150萬 這紅包給我救隊 做生意的人 給他做生意 你會大賺錢 如果一些學生 給他買豬 你會比較聰明 所以我們過年 也有辦你這個紅包 所以金剛才說 每一年 他有準備1萬2千金的紅包 要有信徒來 要讓他突然更感激 碰上金豬年 要更喜氣 還有這隻木頭小豬 能讓你摸一摸 放豬頭 讓你去大樓 然後放豬嘴 讓你大富貴 所以我們大家這裡廟宇 就斬個喜氣 回去就說 天氣洋洋 春節年假 廟宇 驚春 求平安 也要求個紅包 祈求 採運到 東森 財經新聞 劉沛啟和公園 宜蘭採訪報導